大家好,欢迎来到爱原神频道 如果你认为爱原神就一定要订阅我们的频道 因为我们将为你带来最新最全的攻略和资讯 记得要点击订阅按钮哦 接下来我们来到这个翘无音庄左边这个传重点 来到这里撞到我们西北方向小弟的左下方 可以看到对面山头这里有个这个正手宝箱 我们飞过去这边清理一下 清理完拿到这宝箱 在我们小弟的上面北方向往这个山上走 可以看到前面这有个遗迹 这两个盗宝团这里挖的 我们来把这个盗宝团清理一下 清理完盗宝团我们来到这个楼梯口侧 在这个楼梯口的左边这里有个石雕像 我把这个石雕像捡起来 放在这个楼梯口的这个右侧 还放在这 直接顺着楼梯走上去 这个桌子上面还有一个 这个要放在左侧 然后我们在楼梯口这里 撞到我们小弟的左下方西南方向 这边还有一个柱子 捡起这个柱子来 要再放在一个楼梯上面的左边 然后回头 再撞到我们小弟的右边东方向 这里还有这个圆门 把它捡起来 再放到我们这个左边 右边了 又下雨来 这里稍等一下清理一下周围的怪 拿到这个宝箱 清理完之后拿到这个宝箱 然后撞到我们小弟爐的上面 北方向稍微抬头 往这个山顶这里 可以看到山顶这里有一棵树 往这个树这边跑过去 在这个树后面这里 就个现实挑战 来开启呀 这个是设这个栽药桶的 跟着这个黄点的指引 我来拿宝箱 拿到宝箱去往我们小弟爐右上方 东北方向 有出洞 我要这个底座这里 然后我们看着我们前方 可以看到前面这里有一个珍贵宝箱 我们先来到这个珍贵宝箱这里先 来到这个珍贵宝箱 再在这个珍贵宝箱下面这里 可以看到这里有个苹果 我们把苹果下面这几个这个箱子打破 这里就有一个动画 这里过完动画之后 撞到我们小弟爐左边西方向 翻过这个围墙 这里往下面看 下面这个池这里啊 这里就有一个这个茶了 刚刚动画给我们提示了 我们这里给这个倒茶 这里需要一段时间 倒茶这段时间 我们先往我们小弟爐左下方西南方向 这个房间这里有这个珠网 把这个珠网打破 这里面有这个苹林里 我们捡起来 然后再回头 回到我们刚才这个茶这里 这个茶的桌的前方 就生成了这个水珠 激活一下 它就变成了井里 带我们上去拿到这个珍贵宝箱 然后这个宝箱再撞到我们小弟爐左下方西南方向 跳起来往斜角旁看 底下方这里有个正手宝箱啊 来这里清理一下 清理完之后 这个宝箱后面这里有一个光点 记得点一下调查 这里是一个机械核心 然后拿到我们的宝箱 往我们小弟爐下面的南方向 现实 再瞬间小弟一路往前走 走的时候看着我们道路右边啊 这里会有一个这个坑 我们从这个坑这里就直接跳下去 就有个机器人啊 我来这个机器人跟他这里对话 把我们刚才剪到这个核心给他装上去 然后清理一下我们这个机器人啊 清理完之后我们从机器人身后这个山洞这里走进来 这个酒坛上面有个仓林里捡起来 就往前面那个帐篷这里走过来 这里有个宝箱 可以直接开启了 剪到这个宝箱就往山洞内部走 就稍微往前走 就出来一波怪来 清理一下这个三代网 清理完这些小怪之后啊 就会出来一个珍贵宝箱 拿到这个珍贵宝箱 就在我们西方向小弟爐左边 这里有个牢笼 它锁着一个宝箱 可以打开来 剪到这个宝箱 在我们北方向小弟爐上面 这里有个人 这里可以跟他对话一下 好 这里对话完 我们这里就先到这了 下面我们来到这个 翘音庄左边这个山顶 这个传送点 来到这里 撞到我们小弟爐右上方 东北方向 往前方悬崖边这里 走下来往下方看啊 很像下方这里有个这个水池 这个水池是做我们这个陈玉 的这个任务就会解开的 我们来检查这个宝箱 检查这个宝箱 检查这个宝箱在我们小弟爐上面 北方向从这里上楼梯 进门右转 自己再上楼梯 这里有一个这个压力机网 我们在这里压一下 你一箭不吹 也跟他视角的指引 打破周围这个风史莱姆 在我们身后这里 这里有三个 我来拿宝箱 那不然我们再传送回这个传送点 来到这里之后 撞到我们小弟爐左上方西北方向 往前方走 可以看到前方这里有个这个正所宝箱 我们再飞过去 来清理一下这里的小怪 好的到尾 我来拿宝箱 拿宝箱在我们小弟爐左上方西北方向 这里往前走 穿过这两个木箱 可以看到这里有个这个 遗迹的解密的 就是解密这里是有两个盗宝团 大家先清理一下 清理之后我们站在这个楼梯口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楼梯这里 左边这里有一个这个石雕 然后再把这个桌子上的石雕捡起来 我们把它分别放在这个 楼梯口的左边和右边 放完之后还是站在这个楼梯口这里 我们撞到我们小弟爐的左下方西南方向 这里有半块这个柱子 我们把它放到这个楼梯的这个左边 接着我们再回头 转到我们小弟爐的右边东方向 这里有一个 这里我们不用走过去的 它直接用先例就可以传送过来 然后我们把它放到这个楼梯口的右边 稍等一下这里就有一个华丽宝箱 来清理一下怪啊 清理完之后拿到华丽宝箱 接着再转到我们小弟爐上面北方向 可以看到前面这个山顶这里有一棵树 我们往这个山顶这个树这边跑过去 来到树下这里 我们就可以看到前面这有个限时挑战 来这里开启一下 我必须挤 我跟他在黄点的指引 设下周围的这个栅药桶 我们来拿宝箱 拿宝箱我们再回到我们小弟爐右上方东北方向 回到这个限时挑战这个底座这里 从东北方向这里 跳起来往下方看的 在我们下方这个小石堆后面这里 这个房间这里是有一个蜘蛛网的 然后这蛛网打破 这里有个这个仓金礼啊 不足委屈的秘密 这个仓林礼 来剪下这个仓林礼 然后回头来到门口这里 然后抬头在我们东方向小区右边 你看到上面这里有个这个珍贵宝箱 我们从这里上楼梯 来这整个把它夹下这个柱子这里啊 在我们这个小地图下面的南方向 这两个苹果这里有个木箱子把它打破 可点 打破之后过完动画 往我们小地图左边西方向自己爬上来 在我们这个圆圈的这个井这里 这个右手边这里 这壶茶啊 我们在这里点一下倒茶 稍等一下这个我们这个珍贵宝箱就可以解开了 继续收必须 它面点就会出现一个这个 金礼 金礼啊 我们坐它上去 等一下激活 我们来拿宝箱 这宝箱在我们小地图左下方西南方向 直接往前飞 在这围墙后面这里有个这个镇索宝箱 来清理一下 清理完之后拿到宝箱 然后地上这里有个调查点 捡起来是一个这个机关核心 捡完之后我们往我们小地图下面的南方向 顺着这个山路往下面走 我的心许 走的时候看着我们这个道路右边啊 这一往下走 这道路右边这里有个这个坑的 我们从这个坑这里跳下来 要帮我们这个核心 放进这个机器人这 接着我们清理一下这里的小怪啊 打完这个机器人之后啊 往这个它身后这个洞里面这里走进来 这个酒坛上面这里有个这个苍林里 捡完之后我们再撞到我的小地图的上面北方向 对 这也开圆柱视野 等一下前面这里有个这个普通宝箱 是可以直接开启的 开启之后我们再往我们西南方向 小地图主要房 直接往山洞内部走 这里会出来一个这个山大王 我们把它清理一下会有一个这个珍贵宝箱 清理完跟着宝箱指引过来 拿到我们这珍贵宝箱 点在宝箱后面 就是我们西方向小地图左边 这里有个牢笼 这里关着一个这个普通宝箱来打开门 拿宝箱 下面我们来到这个柠檬山 下面这个传送点 来到这里撞到我们这个东方向小地图右边 可以看到前面有个经理 我们拉过来 这里往我们斜下方看啊 可以看到斜下方这里有一片紫色的这个陆地 往这个陆地这里走啊 这里我们顺着这个山路这里 往下面走的时候 这里就在我们的道路左边 这里有个剑柄 就有个发光点 这里捡起来是一把钥匙 我们捡一下 然后在这里有一个水史莱姆 我们来清理一下这个水史莱姆 这里清理完这个水史莱姆之后啊 它会告诉我们这个运气的根源已经暴露 就在这个树上 我们踢一下这个树 我们这五个就算打完一次了 接着我们身后又一出来一波怪 我们重复三次同样的操作 就可以拿到这个珍贵宝箱 这里重复同样的操作三次 这里就有一个这个珍贵宝箱 拿到宝箱 拿到宝箱 再撞到我们小地鼓下面的南方向 接着打开探论一瞬 在前面这个山坡这里有一个现实挑战 过来这里开启一下 开启之后跟它这个黄点这里 这里我们先往上跳 看它这个黄点这里 这里有这个经理可以拉过去 触碰一下这个黄圈 然后继续跟着黄点的指引再跳起来 有风场飞过来 继续触碰一下 再来到这个下一个黄点这里 再触碰一下 再往前面跳 往经理这里拉过来 来拿到这个宝箱 这些宝箱旁边这里又有一个现实挑战 再来开启一下 将继续打这个风石来抹的 我们先射一下 就在我们周围我们既然绕一圈就可以看得到 我来拿宝箱 拿宝箱之后 这次我们转到我们小地鱼右下方 东南方向 跳起来往我们正下方 这个瀑布下方这里看 在这个瀑布最下方这里 这里有一个这个宝箱的 我慢慢往下落 来这个宝箱这里 大家可以先清一下这里的小怪 清理完周围这里的小怪 在我们这个宝箱的这个北方向这里 就有两个是个小的这个香炉 我们站在香炉这里 转到我们小地鱼右下方 东南方向 这里有一个这个大的这个香炉 接着在我们另外一边 就是我们西方向这边 有一个也有一个大的香炉 按照之前的这种解法 将把这两个小的香炉都点亮 就可以拿到我们这宝箱 我们只需要利用一个大香炉 来回移动一下就好了 我来拿宝箱 拿到这宝箱之后 往我们小地鱼右下方 就是我们东南方向 这里往前走 来趟着你所的期待 穿过前面这个大香炉 先去吧 接着这个河岸边 一路往前走 来到前面这里 有一波这个秋秋人 还在这里清理 这个正式宝箱 清理完拿到这宝箱 解在我们小地鱼右边东方向 前面这里还有一个这个 现实挑战 大家都过来这边开启一下 这开启之后 这个稍微有点复杂 大家可以先在陆地上观看一下 这个位置 只是需要重复操作 剪完我们回去拿到我们这个宝箱 剪完我们回去拿到我们这个宝箱 然后做宝箱 然后做宝箱之后 我们再转到我们小地鱼右上方 东北方向这里往前走 顺着河边往前走 这一路往前走 这一路往前走 就会看到前方这里有这个 鱼人种 我们穿过这个石头 这里来清理一下 这里是个正手宝箱 清理完拿到宝箱 就在我们小地鱼右边东方向 这里有个这个压力板的 来这里压一下 先压一下 它这里就出来一个这个大莲花 这大莲花我们用梯把它拉过来 然后这个莲花之后 在我们小地鱼右下方 东南方向 这里有三个这个小莲花 我们把我们这个大莲花 我们身上这个大莲花 放在这三个小莲花的中间 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有没有全部的点亮 点亮之后 主要到我们小地鱼左边西方向 你看西方这里有两个这个小莲花 来到这两个小莲花 这里看着我们这大莲花 把它收回来 收回来如果没有解开 你可以再把这个大莲花 放在他们两个中间这里 来拿到这宝箱 拿到这宝箱之后 顺着我们小地鱼左边西方向 这样的小路 一路往前走 来到这个镇索宝箱 在这个道路左边这里 这里有一个这个挖掘点 这个建筑 调查一下这里有另外一把钥匙 然后清理在周围的小怪 好 说你 清理完之后啊 来这里解锁这个宝箱 我们开头就已经剪了一把钥匙 刚刚又剪了一把刚好 有两把 来拿到宝箱 接下来我们还是来到这个 柠檬山下面这个传送点 来到这里 转到我们小地鱼右边东方向 再拉到这个经理这 然后四甲王我们左手边转 给它在我们左下方这里 有个宝箱 我们飞过去 来到这个宝箱这里 它这个还是这个 点燃香炉的这个解密的 我们先来到这个宝箱这 在宝箱前面啊 这里就是这个大香炉 然后在我们左手边这里转一点 大家可以开圆械看一下 在我们周围有四个这个小香炉 按照我之前说的方法 站在这个香炉后面 看着这个大香炉 这里踢一下 然后再把这个能量返回去 然后再去到另外两个这个香炉这里 再重复同样的操作 把这香炉全部都点亮 我来拿到这个宝箱 然后这宝箱我们转到我们小地图的 就是上方北方向 拉到前面这个经理这 然后看着我们前方这个半空中啊 抬头啊 可以看到这个空中这里有这个 苍林里飞上来 剪到这个苍林里在我们脚下 就是我们西北方向 小地图左下 左上方 来到这个宝箱这 这个宝箱的话 我们先回头 转到我们小地图左下方 西南方向 这里有一个这个石雕 剪到这个石雕放到它身后 就是我们楼梯口 这个比较平整的这个桌子这 放在这里之后 我们距往我们这个西南方向 小地图左下方 这个柱子我们再把它捡起来 放到我们这个石雕的这个旁边这 这里要和它左边这个平行才可以啊 大家这里可以看一下 我们要从它后面这里放过来 这样平行 我们就可以拿它做宝箱 取材有分 拿它做宝箱之后 我们再撞到我们小地图上面北方向 翻过这个围墙 这里上面这有个限时挑战来开启一下 这个限时挑战中途是可以 捡到我们一个这个苍林里的 大家可以先看我操作呀 我们往西方向小地图左边再抬头 自己拉这个金里之后 然后前面这里又有一个石雕 自己拉过来就可以和它共鸣 然后抬头 可以看到我们上空这里往右边转一点 这里有一个苍林里 我们发射一个能量过去 然后再拉过去 就捡到这个苍林里 然后在我们视角左边 这就是我们现时挑战 接过来捡到这个宝箱 取材有分 捡到这个宝箱之后 我们先转到我们小地图左上方西北方向 前面有个秋秋人正手的宝箱 我们先来这边清理一下这里的秋秋人 清理完之后拿到宝箱 接着在我们小地图左下方西南方向 给它前面这有个限时挑战 过来这里开启一下 这是打20个怪的 清理完之后我们拿到宝箱 接着在我们小地图右边东方向 前面这有个经理 这个水球 我们拉过去 拉过去在我们这个脚下 我们看着我们小地图右边东方向 开圆着系列 在我们这个视角左边 这右边这里有一个宝箱 在这个屋顶着 我拿到这个宝箱 再转到我们小地图右边东方向 这里往下面走 下来这里 这个房子 你如果没有做完前置任务 它这里是打不开的 你打开一下往里面走 我们一路走进来 这里下完楼梯之后 我们先转到我们小地图 左上方西北方向 这里开些圆住视野可以看到 稍微可以看到前方这里 有这个稻草人 我们往这边这个稻草人这边跑过来 我们站在这个枪后面这个稻草人这里 这里在它周围这里 有四个这个稻草人 把它周围这四个稻草人全部都打破 我们就可以拿到这个宝箱 在我们这个东方向这里有两个 摆在这两个 然后我们脚下这个也打一下 最后一个在我们西方向这里 来拿宝箱 然后这宝箱之后再撞到我们小地图 右边东方向 往前方这个楼梯 这个门这里走过来 信机 这有一扇门可以走进来的 这里走进来 这个是坐正物就会解开的宝箱 我们拿到这个宝箱 拿到这个宝箱之后 我们继续往前方的这个楼梯 这里顺着楼梯往下面走 来这房间这里左拐 前面没路了我们左拐 这拐一拐 这里再往楼梯这里下面 这里再走就是水路了 我们先往我们这个北方向从这里 跳到对面楼梯这 这有个小石堆 剪到这个小石堆还是我们北方向 这里前面这里是有一个这个珠网的 这里打破这个珠网 这里有个普通宝箱 我们可以剪一下这个普通宝箱 散落的财物 剪到这个普通宝箱之后 我们再转到我们小地图的这个 下面南方向贴着我们左手边的墙 这一路绕过来 可以走下这个水路 顺着这个水路一路往前走 你必须得下楼梯 在这个门里面 这个宝箱是可以直接开启的 你做完任务它自己是可以直接开启的 我们来拿到这宝箱 然后这宝箱我们继续往前 来到我们前面这个传送点这 在我们北方向小地图上面 来到这个传送点这 我们继续往我们小地图左上方 来到前面这个平台这里 这个平台这个华丽宝箱 也是可以直接开启的 我们先拿到这个华丽宝箱 拿到这个华丽宝箱之后 我们先转到我们小地图的这个 左上方西北方向 可以看到前面有个经理 我拉过来 拉过来就刚刚前方这里 有一个这个眼种子 我们飞到这个眼种子 这里我们操作稍微要快一点 不然这些眼种子消失 我们打破这个眼种子 打破之后捡起来 再撞到我们小地图左下方西南方向 可以看到对面这个石头这里 这里也是有一个这个眼种子的 这里在这个草这里挡着 我们把这个眼种子也打破 然后回头 撞到我们小地图右下方东南方向 然后把两个眼种子放回去 这个门就会打开 来这里对话一下 然后这宝箱 后面这个圆盘来这里对话一下 得触碰石碑 然后旁边的门打开了 他给我们指引了一个这个中间圆盘的这个视角 我们来到这个中间圆盘这里 在这里跟这个圆盘对话 对话就选第一句 这个似乎露出了剑的模样 然后这里清理一下周围的怪 清理完之后拿到宝箱 接着还是转到我们西北方向 小地图左上方 再拉到这个经理着 你睡不期待 拉过来的时候这次我们往我们这个小地图右边东方向 往对面这里 这里有个飘里飘的这种感觉 这个雾这里 可以飞过来 然后是要往左手边转 可以像这里有个烈焰花 我们来到那个烈焰花这里回头 在我们这个西方向这里 这里有个铁门 这里靠近之后可以打开这个铁门 然后往里面走进来 一路走进来 这里有两个小石堆 可以剪下这两个小石堆 然后跟这个圆盘对话一下 这里有三个小石堆 然后清理一下周围这个活史莱姆 这里清理完之后 他一样是会给我们提示一个这个中间这个圆盘 这个视角 我们来在中间圆盘这 来这里对话一下 这里我们要选择这个 露出了这个枪的模样 这里存活45秒 大家自己生存一下 这是清理完之后 我们再拿到宝箱 也要还是撞到我们西北方向 小地图左上方 再拉到这个金里这 然后我们回头 撞到我们小地图右下方 东南方向在这个圆盘的顶部这里 可以看到顶部这里是有一个这个昌龄里的 我们飞高一点 然后拿到这个昌龄里之后 撞到我们小地图这个南方向下面 再来到这个火把这里 这里有个宝箱 是可以解开起的这个 来拿宝箱 遗珠起壁 下面我们来到这个 古茶树波上面这个传重点 来到这里 撞到我们小地图上面 北方向往这个山顶走上来 这里上面有个正手宝箱 是一个秋秋游侠的 来清理一下 清理完拿到宝箱 再撞到我们小地图 左边西方向 可以看到对面有秋秋很正手的 这里飞到一半 这里可以拉过来 来清理一下 清理完拿到宝箱 接着撞到我们小地图的 左上方西北方向 往这个半空中看 可以看到半空中这里 有个这个经理这个水球 我们来这个水球这里 我们自己拉过来 在下方这个亭子的顶部 可以看到这里有元素威力 来解在这周围的元素威力 只要这三个它又会出现 我们再跟着过来 再剪 再我们下一层这里 继续再剪一下 剪完它会提示我们上方 这里出现了一个这个 经理的 我们可以变成这个经理 我们再在这垫一下 先不吹 嘿 嘿 银 嘿 这里它会带我们到空中 这里会剪到一个这个 苍林里 铁头我们下落空中下来 现在这里下面啊 这里就有一个这个宝箱 我们来剪一下 遗珠起地 打到宝箱之后 在我们小区左上方西北方向 前面有个大石块 来打一下这个大石块 嘿 银 清这里 然后宝箱之后 抬着我们小区上面北方向 从学来边这里跳下来 下面秋秋人正所的宝箱 来清理一下 清理完之后 来拿宝箱 然后本来我们来到门口这里 转到我们小区左右边东方向 往前方这个水路这笔 就是学来边这里跳下来 这里就是水路 这里有个正所宝箱 我们来清理一下这里的怪啊 清理完 拿到这个宝箱 取材有风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